各位朋友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酸辣汤的做法 材料表帮大家整理在这边 方便大家准备 我们先来整理材料 将太白粉加入200cc的水 搅拌均匀备用 将笋子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丝 豆腐、猪血、黑木耳切成丝 红萝卜刨丝 葱切成葱花 香菜切细 金针菇尾端切掉 再切成小段 把鸡蛋打好 要开始煮咯 第一个步骤 锅中放入半锅约2000cc的水 开大火煮滚 水滚后放入笋丝 再次滚后转小火 锅盖不要盖满 笋子才不会变黄 让它再滚15分钟 第二个步骤 放入柴鱼包 转中火 再放入猪血、豆腐、黑木耳、红萝卜丝 开大火煮5分钟 如果有渣渣可以先把它捞掉 第三个步骤 放入金针菇再煮1分钟 加入鸡精粉1汤匙 黑胡椒盐1汤匙 试一下咸度 如不够咸 可再加入2小匙的盐 第四个步骤 加入太白粉水 边加边搅拌 以免结块 共加入8汤匙的太白粉水 加入搅拌好的蛋 关小火 第五个步骤 加入柴鱼片 葱、香菜 搅拌一下放入3汤匙的醋 跟1汤匙的香油 这样美味的酸辣汤就完成了 今天做的是适合全家人的口味 喜欢吃辣吃酸的朋友 可以着量加上辣椒跟醋 如果加上面条 就是一碗酸辣面了 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会喜欢 记得订阅给我支持哟 我们下次见